台信金為了爭張營的經營權 爭議已經超過了10年 還不惜名告關 今天一審宣判 雙方是有贏有輸 來回顧台信金 狀告財政部的始末 首先是在2005年的7月 當時財政部以正式的公文 承諾在張營增資完成之後 經營管理權可以移給得標者主導 那麼接著 台信金就以365.68億元 贏得了張營14億特別股的競標 成為張營的最大股東 到了年底 台信金在張營改選董事會當中過半 接派了張營的董事長與總經理 也就是長有了經營權 但是到隔年底 因為總統大選之後政黨輪替 所以張營又再一次改選 總經理就改由財政部來指派了 而接下來就展開了 台信金和財政部之間的 張營經營權之爭 2011年還維持是由台信金 這個董事會席次過半 所以台信金來指派董事長 但是到了2014年 因為公股過半了 所以董事長也改由公股來指派 而今天的一審宣判 暫時還是財政部掌握經營權 但是未來如何的演變 還要看持股的變化 以目前張營主要的持股人來看 台信金佔了22.55% 這是最大的 而官股包括財政部 藝營還有國發基金等 這是第二大股 所以新政府裡面 財政部的態度會是關鍵 還有一個第三勢力 那就是龍岩集團 包括龍岩 李世聰 以及這個成章投資 這范龍岩集團現在持股加起來 已經接近9%了 他會向哪一方靠攏 未來恐怕會成為台信金 能不能順利搶回 張營經營權的最大變數 台信是一個溫和理性 政派的受害人 我們並不想 沒有意思要挑起無關的爭議 與待無奈 台信金控財務長林維俊 多次代表公司發言 強調台信金的立場 回顧這起爭議案 得從2005年說起 當年7月22號 台信金以365億元的天價 標得張營22.5%的股權 財政部當下也承諾 將會協助台信金 取得張營董事席次 不過時過境遷 二次金改疑雲爆發 張營的併購預算也遭到凍結 再加上政黨輪替 財政部的態度開始大轉彎 反對雙方合併 權難因此卡關 台信金只能經營張營 卻無法合併 沒想到2014年 張營該選董事 台信金意外落敗 甚至失去張營主導權 奔而走上司法程序 希望能重新拿回張營經營權 當初台信金控是相信政府的公告公函 政治文書才會以很高的價格 去掉下這個張營的特別顧 我們主要的訴求是財政部要 確實遵照2005年7月5號 還7月20日號的公告公函 從來也沒有跟台信 有任何的契約關係 然後那94年函 也是指的是當次的改選 他有講到當次兩個字 所以那並不是一個契約 也不是一個保障他永遠持有的一個經營權 台信張營一案 市場少見的官民大豆法 而且至今已經歷史超過10年 無論是對台信金或是財政部來說 都是耗盡心力 傷透腦筋的一場苦戰 近日報新聞報導 電視罷了 電視罷了 公開 開始